我們的聖宗校長 羅成成功 歡迎你 最後我們的劉艷辛 副校長 歡迎你 郭華峰副校長 很熟悉呀 這是我們聖宗辯論課會的前指導老師 兼任聖宗的一個校友 卓麗同學 他今天也抽空人就在我們這裡 拿我們做一副甜品的 兩位四位的評判 多謝你會期出席今天的表演賽 還有內緒這三方面的東西去欣賞 所以在這一刻開始 我想請大家將你這三個東西 在心裏和腦裏都準備好 而四則是我們在辯論裏所得到的東西 第一則是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的 學問和知識 是我們研究一個辯題的裏面 的時候我們就要在書館 網上和一些專業人士裏面 得到一些很多的知識 而這些知識並不是單單只是給自己的 而在我們和各位辯論員討論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將這些知識 帶給你們身邊所有的人 所以如果你們想領到自己和你們身邊的人 都有更好的學生 的話 辯論隊絕對是一個學習的好地方 多謝 多謝 多謝你們幫我們馬上講 好嗎 接著來有請正方 sorry 反方的專業出來給我們 進程式LINE 大家好 我是高二文學的黃愛鵬 我參加了面論隊都有一年的時間了 接下來我們也知道 會有一批新的隊員和我們一起訓練 出去並肩作戰 所以 除了學問之外 我們也都可以結交結識一些 自投導行的朋友 而且 而且 我們也都可以學到很多 關於學問方面的知識 如果大家要對這部面有什麼 你們有同樣的演出的話 可以參加我們這個辯論隊 以作為一個正確的選擇 多謝 我記得在年差不多的時候 就是辯論隊的潮指導老師 就是蔡萊大學老師 以及我們現在的指導老師 當然是老師 回來跟我們說 辯論到底是什麼 我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 我辯論真的很適合 我一定是 然後 那些報名在那裡 就想說 200多人 嘩 我覺得這個隊伍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然後 之後 由第一次面試 200多人 到第二次面試 只剩下 10多人 到最後 真真正正正成為 辯論對初期成員的 只剩下 不願意的情況之下 強行地過問 或者制裂 與自己無關的事 例如 校規是禁止學生 帶遊戲機上學的 如果學生大了的話 師長去抹收 或者過問 因為這些是校規的 有所規定的 在這些情況之下 師長在做出干涉的行為 其實這些並不是屬於真正的干涉 他們只是履行自己的責任 而私人生活就是指一個人在他的職業以外的活動 而這些活動是自由和自發的 當中也都包括了我們的私人 同時進行這些活動的時候 是沒有空間和時間的限制的 所以有些時候 人也都會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帶入工作裏面 由此可以知道 其實工作和我們的私人生活 是沒有一條絕對的分界線 他們當中也都包括了一些交集 為大家解釋完辯題之後 我就想簡單地分析一下 今天的辯題為何是成立的 我們無可否認 干涉是可以令到師長知道 一些他們想知道的東西 但是其實一些干涉 私人生活 真是指個人的行為和活動 自古定理 人是需要被教育的 此為須教育性 三字經有魂 欲不剪不成器 人不學不思議 從古道今 古代誠言偉大的教育家思想 一直都是靈有不衰的 就好像我們身後面的後份 幾立立人一樣 而詩說也有說到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此乃千八年來 中國傳統對教師職能的期許 換言之 周永平教育工作者 除了扮演傳授的經師角色之外 更需要承擔倫理獨得典範的人師角色 我們經常都聽到 養不教父之國 教不嫌師那代這句話 受足以證明 在古代人們 就已經很重視長輩老師的教導 既然古代教育對老師的要求已經這麼嚴謹了 今時今日的學生 又會不會只是要一個 傳授知識的老師這麼簡單呢 還是要一個品格知識兼備的老師呢 所以老師除了傳授知識之外 更要使學生有一個良好的品格 務求做到一個全面性的教育 但是要進行全面教育 一般受課課業是不夠的 必須要從學生的私人生活著手 因此私人生活是不可以忽略的 如果學生在私人生活方面有問題的話 也都必須進行阻止或者改變這個行為 這個行為便提中所講到的干涉了 作為一個老師 他是不會盲目去干涉學生的全部的私人生活 當發現學生的生活有不合理 不恰當的情況出現 又影響其品德 和學生的發展時候 他才會去干涉你的私人生活 他的目的是要為學生好 而學生能夠健全發展而著想 從而得到教育的最終目的 接下來會由我方的一副二副 由老師的責任和干涉學生的私人生活的關係 這個辯題作出深入的分析 但根據剛才所提出的角點 就足以證明今天的辯題 思想不應干涉學生的私人生活 是絕對不成立的 多謝各位 受到保障 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上的第十七條裡面規定 任何人的私生活 家庭住宅 或通常 不得被人任意或非法干涉 除了這些國際公約之外 其實在每一個國家或地區 例如中國 英國 美國 巴默 類似的例子都多得不聲之舉 我們也不需要逐一舉例 但是從上述這麼多的例子去 都可以足以證明到 每一個人都不應該干涉其他人的私人生活 那思想又怎可以違反這個規定呢 太一會了 我大幸福 電視 人